挑战带着100万的物资这300万 咱们要把这100万合理分配一下 首先伤害比较重要 精神没空买不起 选择一把改进的 配件的话6杯镜 加上一套改进配件 等于51万4 通走无期 一铁神器也是必不可想啊 便宜又实惠 又是18300 如此一来53万就没了 200发高爆10万 10颗留弹1万 再加上两个急救包 8瓶饮料 总共花费65万 三级套才20万 好便宜 那我们就配三头三甲和四级包 搭配成功 大家还有更好的方案吗 好了 进货去 一把赚300万是什么概念 这么说吧 自从进入地铁逃生以来 搜遍辐射区最高纪录得到8根金条 这都不够300万 说实话今天也没信心啊 但挑战嘛 总得有个远大的目标 这里看见人了 三级末还容易点 毕竟穿好装备的多 现在大部分都是瓢仔啊 淡定 燃烧子弹没错了 我去 惊喜来得这么突然 可惜黑市太坑了 两样装备加起来才只算21万 我在这里开箱了 说不定会引来人 果然不出所料 不会又有惊喜吧 也可以 我只带了高爆 正好需要些子弹打辐射区 黑市有人 我看见了 另一边 是个狙仔 这个如同开盲盒 终极奖品精致AWM 粉的 让我看看是啥也好啊 忽略一个问题 上晚没有辐射板怎么去辐射区啊 这把我不带投包 换个辐射板 粗略计算了一下 我应该还剩几万 等会儿可以买点生锈子弹 如果这人能吊子弹就更好了 子弹就行 好家伙 大哥有洁癖吧 就希望再来个人送点子弹吧 可惜没有 生锈就生锈吧 也是没办法 还有信号枪 幸好是个探测器 要是金条我还买不起 结果买了一点点子弹 背包就满了 还得找人机借一个 一击就一击了 打了boss啥都有 不敢听敲 怕被秒 机会来了 机会没了 打得也太艰难了 怀念绿极套 站着和他就一敲 射袖子弹果然不行啊 太慢了 哎 胜利在旺 粉的 但愿是枪 出球了 钢铁支线五敌头 价值12万 这么来说也和精致M4差不多了 又来一把信号枪 之前花的钱有点冤大头 还是要来辐射区才行 外面赚三百万根本没希望 明显有人过来 上去看看 奇怪 图书馆不像有人 哇塞 发现了什么 这也行 被狗子咬死了 人才啊 嘿嘿嘿 天主我野 不费一颗子弹拿下辐射区 还能舔个包 升旧子弹打得也真有快 自从在这个位置被打过之后 总要观察一下那个窗口 好 第一个就出蓝图 目标可是三百万呀 来个惊喜 这就很一般了 nice 节奏不错 还可以了 一个图书馆两根金条 两张蓝图 不过离三百万还差得太远 就指望你了 开什么玩笑呢 我不担定了 完蛋了 我看两百万都难 武器箱也不给力 都第三把信号枪了 太浪费了 诶 有枪声 最后十分钟还来 太好了 希望又重新燃起来了 过来等他一下 但愿是个六级 来了 救起来了 哈哈 救起不 还爆粉了 三百万全靠你的大兄弟 这不是凉凉了吗 也没有辐射板 最后几个箱子 除非全是金条才行 已经很给面子了 两个目标定的有点高了 确认一下 其他箱子已经被人开过了 返回吧 最终两百万 三百万实在太难了呀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明天见 拜拜